下午四时三时分许 习近平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步入展厅参观展览 展览聚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 安排八个单元展区 设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重整行装再出发 利剑助盾奔向一流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爱我人民爱我军 申请利三军奋进新征程等重点展项 通过1400余件文物实物 630余张照片 近百套武器装备模型 以及大量图表 视频 艺术作品 互动项目等 生动展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壮阔历程和伟大成就 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忠诚维护核心 史智奋斗强军的昂扬风貌 习近平不时驻足观看 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于实现 中国梦 强军梦 引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英雄的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续写了新的时代篇章 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习近平指出 再过五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一百周年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再接再厉 锐进取 埋头苦干 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战略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张又霞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张声民参观展览 中央军事カ滿明 Ye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